大家好 我是RX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问题 在苹果Mac电脑上 有一个文件无法删除 而且我咨询过两次苹果的电话客服 他们带我试用了各种方法 最后都没有成功 最后他们提供了一个方法 是让我重新覆盖安装一次最新的BQS系统 但是我还没有做 我下一步准备把硬盘隔掉 降级到MacOS 10.13 降级用的系统盘都做好了 在降级之前做一个视频 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个问题的出现的现状 以及出现的原因是怎么出来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现状 右键点击废制楼 点击清道废制楼 点击确定 这时候出现一个提示 它说不能完成此操作 这个MacOS 10.13正在使用中 点继续或者停止都没用 它这是删不掉的 占了4.72G 我在这里面再删一次 它有这个提示 我自己尝试了很多方法 网上找了很多方法 苹果基础支持 给了我很多方法 包括远程操作 都试过了 都不行 那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我以前就想降级 降到比较老的系统 我从苹果官网上下载了旧版本的操作系统 下载是没问题的 使用它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是最新的版本 Bixer 但是可以用它来制作系统盘 当制作完系统盘之后 我想把它删掉 看一下 移到废纸楼 删到废纸楼是没问题的 现在废纸楼里面有两个 然后再轻到废纸楼 我们再看 又多了一个不能删除的家伙 这是10月9号的 这是10月16号的 有两个都不能清到 都不能删除 其实还有一个 我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 我还下载过一次 然后删除 还是删不掉 像这种4.72G的文件 一共有三个了 在我的硬盘上 那个在哪呢 我创建了一个新用户 我把这个文件 上传到那个用户里面 然后我再用这个 用户的管理员去删除那个用户 结果还是删不掉 虽然把用户删掉了 但是这个文件是删不掉的 所以我的硬盘上有三个4.72GB的文件 虽然有三个 但我感觉它应该只占了一个4.72G 因为苹果的最新的磁盘分区磁盘系统 叫APFS吧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文件 它只保留一个 虽然占用的空间不大 但是总感觉到很别扭 我们看一下里边 包内容有什么 就是这个DMG文件删不掉 删不掉的 我并没有执行它 但是就是删不掉 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也不想尝试了 准备降回去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我是achair 我们下次见